大家好,我是隊長VL 我現在身處在村農,又來村農,為什麼呢? 因為早上比賽的時間,走一段很棒的路線 想這次抽少時間,給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時間是中午的4點鬆衣 我乘搭51巴士在村農站下車 下車之後,就向斜路方向走一段路,就會入山 對面馬路就是瑞記茶樓那堆村屋 這裡是小巴站 入山的位置都相當之異形 沿著全錦公路下山的方向,會經過瑞記茶樓的牌 然後再一直到前一點,就看到右邊有路入山 沿著斜路下了大概400米多的距離 看到對面馬路有個永興車房的牌 我們就在永興車房旁邊的山路,就入山 要過對面馬路看車 入山的位置都相當明顯的 在車房前些少的位置,有一條很明顯的樓梯級 沿著一條漂亮的樓梯級上山 入山之後,我們就去介紹一下今天這條路線 我們在村農出發,會經過白石橋 在山道和上堂兩個主要位置 然後便會沿著完全古道,便回到荃灣方向 大概整個行程就7至8公里左右 今天為何會走這條路段呢? 因為早兩天比賽 玩V162的時候 這段是其中一個比賽路段 大概在村農之後 即是在新界區的路線 大概是走了27公里左右 開始進入這個路段 今天我就会沿着这条路段 大部分都会跟着走 其中有少少改动 因为就返回我顺路离开这个乘车走 那为什么会吸引到我想把这条路线介绍给大家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路线漂亮 还有比较冷门一点 小人去 其中有个位置叫上塘 更加是一直我很想去走一个地方 但有没有去过 原因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路段的入口位置 动着政府的牌子 就此路不通 虽然大家都知道此路不通 其实后面真的有路 但是多多少少都总有一些变数在 所以经常都想着 有时间再去探索一下 有时间再去探索一下 一直都只有等着 难得比赛这么巧 经过一条我想走的路 所以急逼及待 因为我玩完比赛觉得那条路很漂亮 那么就立刻去走一走这条路 带来给大家 一直拍到路况 又说一说这几天V162比赛的一些经历 那为什么突然想说V162呢 我看到红色的尸带 这些又不是大会尸带来的 但是很有趣呢 我们沿途一些关键路后 都见到这条尸带 那我猜有些师兄就试过路 那觉得那些位置 关键的位置 也认识了它 那如果真的玩比赛的时候呢 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当然最紧要是跟着自己身上的 尼线地图 那尸带就只是帮你做一个最终的确定 不让你有信心之闲 而很有趣的 很多朋友听说比赛的路段 就会觉得是很难比赛的 这个就是绝对100%的误解 尤其是这么长途的比赛 就是170公里的比赛 不可能全部都难的 一般都穿插一些容易的路 甚至是一些马路 接驳的路段都会有的 所以就不需要有个标签 逢是比赛的路一定难 这个是错的 而且其实里面有些路 是挺值得大家去探索一下的 难得有人和你试准一条路 即是说一条路一定安全 不安全怎么搞比赛呢 那你其实去交游 都是一些很安心的路线来的 而我们现在走的路 究竟是难还是不难呢 刚刚镜头这里 一条大斜路上去 但是我和朋友聊了一天 他说他形容这条是亲子交游路线来的 带小朋友来走都可以的 他说白石桥很漂亮 可以带小朋友来走 难不难就自己看片 起步的位置大概是200多米海拔 那我们会上到最高的位置大概是500多的 棉花山附近的山脊 那接着就微微向下落山的了 那上堂之后呢 其实就会沿着完全古道落山湾 基本上就是全落的方向 来到这个位置 CAP的地图给大家看看 这里大概由村龙开始计算 走一公里左右 那地图上面 他微微走一条右手边的山路 接到上堂那边 这一段小山路大概是400多米 那我没有走过的 希望不太困难 然后就会逆走比赛的上堂路段 然后反过来 他从完全古道那边上 我就反过来到另一边 下回完全古道 刚才说了 因为就回交通上的安排 刚刚来到这个位置 发现了 有一条丝带被人砍在旁边 小小分享 我先收拾一下 有些人可能觉得 丝带就像做到山头五眼绿色 好不好呢 就见仁见智 但我觉得 譬如像这些 可能是 我估计 他是为了一个比赛而引路 通常比赛的丝带 他们完成了比赛之后 标识也好 都有一些义工去拆出来 那其实大家又不需要太过介维 反而行山队那些是另解 因为他可能 可能就常常都会 开一些路线 可能都想固定在那里 那anime 怎么也好 就是 不要刻意去破坏这些丝带 因为可能会令到一些朋友 然后呢 想走那条路 就找不到那条路 好了 帮他绑回那条丝带 那就走了 OK 又吹下水 讲开那条丝带 讲真句 有些路径 你见到挂到满山都是丝带 那真的不是很好看的 就是山应很翠绿 但我觉得 讲真句 两害取其兴 有时候有些路径 可能需要一些标示 如果不是太大的破坏性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并不是说我喜欢行山 因为这样就容易 我觉得是 你当然是这样说 鬼的马鹿 那样 都是拿一个平衡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路标 可接受 好了 行走 听见叮叮叮叮叮 因为左手边是香港窗会 要你坐这架全感公路的车 经过窗会 就有位置 又有人在练窗 现在这样拍着路况 给大家看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 路是很难很辛苦的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比赛就是两回事来的 来到这里的时间 差不多想死 刚才说了 川龙的位置是27k 第一天玩了60k 第二天是27k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 已经非常疲累了 完全是没有心思看任何的风景 即是如果那一刻 没有心思看风景 都觉得这里漂亮 那这里也应该 相当值得去介绍给大家 来到这段路 提提大家 看到地图上的位置 其实我们的左手边 就是窗会 我过往一条路线 走这个白石桥 都是经窗会附近上来的 那段路也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刚才听到的窗声 真的连窗的时候都很接近 那么 大把山徑选择 选择山徑的时候 自己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OK 好了 还要分叉位置 右手边去全感公路 左手边白石桥 0.2公里 即200多米 指示相当清晰 那我们就沿着左手边走 好了 走前一点 又另一个重要分叉路后 上次我们在夏花山 上来的白石桥 就在左手边这条路上来 接着再沿着 最右这条路 就上去 那时候地图上面叫白石桥的山 后来有人确定了 应该是搞错了 那都是莲花山 上了莲花山的山顶 一支围到陷入的标高柱 而我们今次就会选直去 这条路线 这条路径虽然少别人的问题 但是可能对一些行山 对一些热门路线 很多不同颜色的丝带 我们就看到丝带 一会转右走 这个位置就是地图上面 显示白石桥的附近一带 左边的阳光滲进来 已经很漂亮 看到左手边有大草原 穿过去 穿过去看一看 又称不上大草原 一颗草坯 很静静 什么都没有 看不清楚 身处的位置最好就是 放下飞机上去看看 飞到上去 发现四周 也是被高大的树 围着 很脆细 很漂亮的画面 好了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前小小 左边 刚才看到 一幅很大的草地 这里 比较冷门 如果喜欢清静的朋友 值得来这里走一走 现在走的一段 是这个斜的一段 因为应该是去今天这条路线 这条路段最高的位置 积图上面是莲花山的位置 但又不是标注山顶的位置 大概是五百 五百五至五百八米海拔 没有认证 这条路线很有趣 沿途都会看到 这个绿色的高压煤气候 我就不明白了 山上有电纜 就很正常 煤气候 怎么去到山上也需要有的呢 好了 又看到分叉路口 左右两边都有路 一个T字的路况 很有趣 左手边路的地 通常没有 看方向是去上花山的方向 我们转右走 好 来到这个位置 接一段的临路 即是石屎路 每一段石屎路走下 我们靠左边转 出发到临路的路段 地图上面显示 就是莲花山的地段 但是呢 又不是真的莲花山的山顶 如果看回莲花山的山顶 就在我们一辈子的位置 好 时间是5.4个字 我们大概走了4公里 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叉路口 如果是玩V62比赛 一直向前走 沿着完全古道的方向走 而我们呢 因为要逆走比赛的路段 先进了上堂 那我们就为这一条路口 转回到山 但是这条路段 有400米多的距离 我是未走过的 因为要探一探路 但沿途也看到有些施打 路放得很明显的 一路走一路 一路回到镜头 大家拍一拍方向 看出外面 看到一条石屎路 那条石屎路 就是我们直走下去 可以去到莲花山方向的一条 漂亮的石屎林路 OK 有分叉路 但是地图上面只有一条路 我选择了靠左 这条路 两边都有失败 留意一下 刚才走这段路 进来 不久 GPX的位置 是有少少飘离了 疑似是不对路 但实际是对的 大家如果都有这个情况 留意一下 站定一阵 让它准备位置 给少少路 镜头大家看看 下车为主 如果有行山经验的朋友 应该觉得没什么问题 甚至可能觉得 挺漂亮的路 如果初阶的朋友 就可能会觉得 吵架一点 反过来 应该会比较容易 来到差不多 接回上桶的位置 路况有点迷 地图上面显示 我们应该要转左 但是转左 还未见到有路 那么我们一直 就向前方走 稳住路 留意着 是否左手边有路 还有尸体 一直向前走 的确 地图上面 有点分别 地图上面 是指我们要转左 走的 但是一直向前走 也有路 一直向前走 已经能够回到 上堂之废村的位置 好了 突然停在 因为我们接回V162 比赛赛道 如果我们刚才 不是逆走了 走一条捷径 过来 就会在前方方向 一直跑过去 或者走过去 继续向前走 我卡回地图 在画面上面 而我们现在 就会接回赛道 不过 就是逆走 即是说 现在呢 我现在走一段 早上比赛 我就在这边走过来 OK 上两天都见到 有一间废屋 不过 没有时间 没有心情去看 现在呢 就走进来 看看 有些 N年前的石磨 这里有写着 船湾 建岛 造地 建家园 我们未来 这个不关事 这个应该是 有个人 可能想了一些方案 想提出自己的东西 在几条废村 曾经都见过 大概说 比明大于好 很多东西都比明大于好 大家心照 OK 这里是一间废屋 帮我拍照 先 在网上 看回这条上同村的资料 原来1911年的人口普查里面 这条上同村 都只有77个居民 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原来这条村 是有36间完整的房屋 但是去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 就不知什么原因 这条村就荒废了 而令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原本的完全古道 是会经上堂这一段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政府修辑这个完全古道 作为交游径的时候 竟然放弃了这一段 其实放弃了都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例 可以令到这段上堂的路段 保持一份宁静的感觉 在这里 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赛道液酒 走到最尽的位置 就是完全古道的 有一个牌子写着 此路不通 这里会看到一些破旧的石坡 估计可能 很多年前的石坡 这些石坡 应该是一些建筑 可能是一些祠堂 村屋的东西 而刚才废屋 接到这个完全古道的位置 大概是300米左右 距离 现在走到这条路 完全古道的石坡 此路不通 牌子的时候 又补充一下 这条路 以刚刚荒废的村屋来计 我们转左到完全古道的地方 大概是400米左右 如果转右 直队回到墨径的路段 我忘记了 M1多 画面补充一下 大概是1.1公里 这条路很好玩 因为比赛时间 其实真的忘记了 大概是实际的位置 有一段很斜的上落 原来是在村屋 直到麦里浩径 那边 今天这条片 就介绍不了 不要紧 我会再来过 到时再告诉大家 位置在哪里 有多好玩法 好了 好未完 接回去完全古道 明明有牌子 要去上堂 但是这里 再告诉大家 此路不通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告诉大家 上堂那里 多少公里都抹走了 我们去回荃湾的柴湾各方向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后半段 就是刚才说 那间荒废的屋 去到麦里浩径 一个路段 那一公里 其实很多路段 都是破烂了 例如一些木桥 但是整条桥又是已经烂了 可能有些危险性 没有人 没有时间 没有修辑 那就不想你走 所以在那里 把牌子 比整条路更容易 来到这个分岔路口 如果我们在玩 V16的比赛 又没有进到 刚才我那个分岔的捷径 一直沿着林路 走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 如果比赛的话 就在这里下来 然后就沿着这个 完全古道走 去到路不堪行的位置 就算入镇堂 而我们呢 就会沿着这条修辑得 这么人工化 都算是挺漂亮的 人工得泥 的完全古道 落回去荃湾的 港湾医院方向 刚才我说 完全古道 很漂亮 这段路 那其实要修订一点 我觉得很漂亮 是真的影响出来的风景 很漂亮 但是以这些石路来计 其实走 就真的不太好走 好像微微落斜 如果你天与路画 其实是非常之善 就算好天的话 其实这些石砖路 都是银脚的 和你好像走下面 这些沙泥路 其实是两回事 你没有走开山的朋友 就可能觉得 这些当然好走一点 其实你慢慢走下去 你就会知道 落脚又不停 就是叫来叫去 有些高高低低 如果你落山上 又吃不到落地 其实是一些不好走的路 相对一些 比较原始一点的山路 你慢慢走下去 你就会知道 哪些是好走的 但又说 分两头来计 如果从拍照的角度 就真的很漂亮 这条路 就是 软软软软软的拍出来的照片 加上 如果你是黄昏落霞的时间 天亮气清 就真的不能输了 好了 来到完全古道的起步点 然后 坐直落 就是全香港的方向 简单做个总结 路线 七公里左右的距离 穿龙起步 经过白石桥 和上塘 其实是一条挺幽静的路线 今天虽然是走一个 大概是四点钟到出发 整条路线 除了去到石龙广的梁亭 见到两个人之外 是一个人都没见过的 如果近来行山 周围都逼逼劫 想看一条静一点的路线 这条是OK的 两边鼠音指数又高的 这样的话 开阳的景色 坦白说 除非你来到 完全不估到这边 如果不是 里面都是没有什么开阳的景色 但是 平衡一下 你到后段的时间 有个这么漂亮的外面的海景 看回 样样都有些 不算真的很难的 我想是初中街朋友 都处理得到的了 难又拍下 二又拍下 有时拍一些难点的路线 例如大鱼山的 岛崖那类 难声少 让大家有个 看了当走也好 或者了解香港 不同的山势也好 有着走一些轻松交流路线 那样样都拍下 希望大家看我的影片的时候 都可以选到一条 適合自己想走的路线 去轻松交流一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给个like我 你们的留言 我有时间会尽量去回答你们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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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